那我補充一個好了 就是大家在講說 最可能覺得應該會看到的三個人 因為對丁守東對不起嘛 所以應該有丁守東當副市長 羅書磊MG只有打那麼兇嘛 可能有羅書磊 蔡春瑩不用說就只能一利用嘛 但是這三個人為什麼都沒有 這三個都是現任的立委 他們本來就有一個工作 而且是很不錯的工作 丁守東不會想要去 然後羅書磊看的是下一次的選舉 看可不可以 如果這次連勝委有贏的話 他真的就有機會 下一次擠進那個名單 我想我們人生 有時候要少講錯話 你知道嗎 有時候他在攻擊柯文哲 葉克摩秋毅 你看柯文哲說 他把那個 鮮拔 鮮拔鮮花 太陽花跟香蕉 你想再問問清楚 那個太陽花跟香蕉分清楚再說 我嚇一句就對了 講一輩子 我覺得這次學到柯文哲 吃兩波青筋的這種言論 什麼是九二公司 你先把內容講清楚嘛 我不知道什麼是九二公司 我沒有辦法回答 但是中國國台辦 還真是很仔細的 隔天真的正式回答 對 正式回答 而且回答的不是 國民黨那個九二公司 是一個中國 真好 國台辦從來也沒講過 國民黨版的九二公司 所以 怎麼他們 什麼冷眼旁觀台灣的選舉 怎麼反應那麼快 他們才沒有冷眼旁觀 對不對 他們是積極旁觀 還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回答 就是連戰那個混蛋黃民的時候 他說這問題驚嚇 驚嚇過 無法回答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但是連奶奶 對不起 連媽媽 人家就是奶奶 可以啦 因為有兩個孫子 可以啦 五個孫子了 連爺爺不配連奶奶 不然要配什麼 應該是嘛 所以我沒有侮辱的意思 配姥姥好了 連奶奶昨天還是講 玻尿酸 玻尿酸是 對不起 連奶奶昨天還是講 還是跟著連爺爺講 說不要支持那個 那個什麼 沒有國家民族概念 那個什麼 還是其實基本上還是 把黃民化的東西 只是沒把黃民化講出來而已 那我覺得基本上 不只是連勝文要打對決 我覺得連爺爺一家 跟蔡正元 其實他們的方法其實是一樣 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 昨天我看那個 台北地檢署很有趣 自由市場不是誰嗎 排除自導自演 對 就是說 只有林俊彤一個人涉案 然後排除柯正寧自導自演 結果呢 北檢就發新聞稿說 相關偵查作為還在持續進行 絕無媒體勘載之事實 判媒體誤忘加揣測 能平時報導 避免誤導群眾 那講對手是沒有 這是檢察長那一派的放的 那為什麼 對 聯合報寫了說 我這要講 聯合報講說那個簡訊 有柯文哲辦公室 你北檢為什麼不發新聞稿 說簡訊裡面 並無柯文哲辦公室 判媒體自重 不要誤導案情 對 奇怪 聯合報什麼都對 主委是不是什麼都對 所以 北檢也在選舉嘛 對不對 你光這個新聞稿 你就看出來北檢也在選舉 今天你如果說 聯合報寫錯 你也發新聞稿 曾經說不是這個樣子 那OK我沒話講 結果聯合報寫錯 你都不澄清 而且昨天是 我看聯盛文陣營是登那個廣告叫 自導自演 假竊聽 曾災章 登這個廣告 沒有 其實它其實後來又有一個廣告 是沒有問號的囉 對 這是前一天的 對 這是前天的 那昨天是問號拿掉了 問號拿掉了 就等同意是確認喔 今年的選舉非常奇特的現象 中央執政地方也執政的 反而負面文宣打的特別多 台北的聯盛文 台中的胡志強 這個以往我們在選舉 從來不曾看過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其他現實也有啊 為什麼把人家那個 南投的那個 打成這樣子這麼黑 你說林明珍啊 是啊 可是那個沒辦法證明 那個不曉得是誰管的啊 他是一個什麼 前民進黨南投市黨部的主委 前啊 前 因為現在沒有市黨部了 就是鄉鎮市黨部都沒有了 還是人頭縣黨部 老實講我是看到那個新聞 那不是民進黨發的 對啊 我剛剛講負面選舉 負面文宣是說 就是候選人陣營 或是候選人所屬的那個縣市黨部 直接署名的 今年特別多 很兇 一般來講 執政者在競選連任的時候 你打的應該不是負面選舉 你應該是告訴大家說 我做了什麼 我的政績是什麼 希望大家再給我四年 可是今年我特別觀察到 尤其台北跟台中兩個城市 是最明顯 連任的 就執政者幾乎都打負面的 我是跟我朋友講說 我們必須以看著 歷史文件的心態來看這些東西 因為這個 今年的選舉會證明 如果這樣的事情是無效的 以後就會消失了 以後就會消失了 也不會消失 負面選舉不會消失 不會消失 你問啊 因為剛才講 更負面 更負面 其實 你有存力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去用這些東西 我講一下 因為台北地監署那個事情 你不用把它看成一體 因為在台北地監署去碰這個 老主委把這個事情的同時 屏東地監署是把國民黨的 屏東縣黨部主委給收壓掉 還是真的 他是真的是 市黨部主委 主要是因為 市黨部主委比較敏感 因為大家都給他一個綽號 叫小金甫沖 不是指他是金甫沖的愛將 不是 是他的風格 他一直在學金甫沖 那你想想看 他那個地方是個 現黨部主委 檢察官把他收壓掉了 這個國民黨在那邊怎麼選 一定很難 因為本來就弱勢了 你在加上這東西 說誰一定很難 國民黨一定很選 檢察官一定選的很辛苦 因為你說檢察官很難 檢察官一定選 難選啊你 神經要這麼緊繃嘛 那你想啊 如果那個檢察官會把這個 國民黨現黨部主委收掉 他不怕被清算嘛 他不怕嘛 老實在不怕嘛 或者他做這個事情 他覺得不會有太多干擾 那他的檢察長 應該也不會覺得有干擾 那檢察長都是法務部派的嘛 那台北地監署 這個事情就比較特別了 那平行的論 不管藍綠執政的時候 台北地監署 很容易做一些 發生類似的這種 讓你覺得毛毛的 怪怪的事情 所以這個東西 不管誰執政 你都要去介紹 毛毛的不是只有柯文哲講嗎 沒有 毛毛最早是毛之國獎 馬英九也有毛之國獎 所以啊 你像台北地監署 他這個事情 當然很敏感 所以你處理得不好看 你要嘛早一點 要嘛晚一點 因為為什麼呢 最少今天沒有任何動作了啊 說不定啊 他已經講說選前不會在那個狼狼 不會影響到選舉 不會影響到選舉 他那天在小朋友的事情上 碰了一筆子灰 不會再去做了 那當然他就要 把他stop下來 不過你也看出來 連鎮營擺樣運用這個話題 那你如果看這次選舉 國民黨這次選舉很有趣 因為他台北跟台中 在過去一段時間 大家覺得他比較弱勢 但是兩個都是執政的現實 所以呢 因為我們有十天不能講民調 所以他其實也超 未來也可以觀察 當你如果是一個執政的 然後你居於弱勢的 沒有民調 我把民調當作一個外力干擾的時候 利用那十天做絕地大反攻 這兩個地方的做法 其實是一個新的模式出來 選前之夜 其實我們就應該要這個 預設一下 就是說選後的那個晚上 如果票數非常接近的話 會有什麼狀況 因為我們過去曾經發生過 當選無效啊 在法律規定的行政驗票的範圍之內 那就是自動啟動驗票 那大家都不要吵 規劃 他是照比例算 百分之1.5還是2 我忘記那個要猜一下 很低很低 很近 你不要說百分比 我要知道說票多少 它是用比例的 比例用比例 那投多少票出來 對 那如果在行政驗票範圍之內 就自動自動驗票 那如果這樣說 譬如說2004年 大概台北市我輸贏在1萬5以下的話 就自動驗票 可能就自動驗票 就有驗票的這個 這樣就亂了 不會啦 那就驗票嘛 那也驗票過嘛 對啊 總統大選都驗過這個算什麼 那也沒亂嘛 對 可是我要 那要亂一點而已 如果那家人輸了 最緊張的不會是台北市民 對啦 最緊張的地點會比較敏感一點 那個聽說鐵絲龍已經危險 國民黨說他腦部現在已經危險了 為什麼 他怕有抗爭嘛 都危起來了 上次他爸爸輸掉 結果倒霉的是李登輝 其實我昨天看到一個動作 我覺得這個可以稱讚一下 蔡正元不是公布了這個民進黨 台北市長內部的文件 的一個公文 對 那他的公文是寫 本黨候選人柯文哲 對 率領什麼議員 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蔡正元那個公文其實是對的 對 可是民進黨的台北市黨部主委 跟段儀康就出來講 說你那個是偽造的 對不對 那這個後來證明 後來證明 是台北市民進黨台北市黨部 他們的公讀生 為了這個貪圖方便 把以前的公文拿出來印 事實上他們的真正的公文的文本 不是這樣 那所以人家蔡正元拿到的 其實是你自己失誤造成的 那這個事情呢 段儀康出來道歉 對 台北市黨部民進黨的這個主委出來道歉 他們道歉說 段儀康的道歉說 我以黨部提供的內簽為準 對蔡委員以出積評自敢愧疚 除刪除貼文外 並向蔡委員誠字致歉 那民進黨台北市黨部主委 黃成國也向蔡正元 鄭重的道歉 這就是民進黨鐵齒的地方 我真的不懂 蔡正元從公布柯文哲的行程 都這麼準確 都這麼準確 你怎麼敢懷疑他公布科辦的東西 民進黨的東西是有假的呢 是啊 他公布國民黨的搞不好有假 沒有人 他公布對手的絕對都是真的 他回憶工作那沒什麼了不起 因為那是新聞稿 對不對 那上網都抓得到 為什麼要去質疑他呢 不過我覺得馬英九 沒用蔡正元當國安局局長 我現在不是要講蔡正元 我要講的就是政治風度 是啊 有錯則改嘛 錯你就道歉 結果這個新聞還會再燒下去嗎 不會 所以是不是 為什麼連勝文一再 而且逼著蔡正元必須原諒你 為什麼連勝文一再抱怨說 媒體一直批評他 然後被網路霸了一年 我在講說那是態度的問題 柯文哲有沒有犯錯 有 錯多了 其實他們兩個犯錯 如果用次數來計算 其實不遑多讓 可是柯文哲每次犯錯 他都會道歉 但是連勝文一再抱怨